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2019年底生物和人工智能专业 EB1A批准案例和讨论 现在是2020年的年初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批准的 EB1A杰出人才类别的案例 现在是在我们的律所的办公室里 外面是阳光明媚 我们已经用了窗帘 但是还可以看到有很多阳光投射进来 希望阳光也能够给大家带来好运 在2020年新的年度里有更多的收获 为什么讲一下EB1A的最近的批准案例 首先这两个案例可能有一些代表性 申请人的背景都不算是那么强 都是相对比较一般的 可以看到虽然EB1A现在比以前难批准 但是经过认真准备还是有机会的 另一方面不能无地放适 不能平均使用力量 要突出自己的长处 有一些申请人有这个那个的问题 说我是不是需要多准备这个材料 那个材料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这两位申请人 一个是生物专业的 另一个是人工智能专业 AI的 这样的专业的学者 自中国的现在在美国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我们知道Life Science生物总体相关领域的申请人 一直数量比较多 这个AI以及Data Science 计算机等等 这个相关的这方面的申请人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中 好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 先看第一位申请人 他是生物专业的 当然出生在中国 然后在美国以外获得的博士学位 现在是在美国做博士后 他有230次引用 然后有10篇科研论文 其中没有特别著名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有十几次的审稿 大家知道这个算是相对比较一般的条件 那我们一般的这种情况下 不建议使用PPC加速审理 但这个申请人有自己的具体的原因 所以必须要使用PPC 那他的申请是在2019年10月提交的 使用了Premium Processing 是交到TSC的 交了以后过了十几天 收到了RFE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在回复以后得到批准 RFE像常见的一样 肯定了authorship还有review 问到了更多关于contribution方面的问题 要求提供更多证据 主要是表明其他学者怎样应用了申请人的研究成果 还要表明申请人的贡献 为什么就是特别突出的 是怎么样特别突出的 why and how 还专门的指出 这位申请人是博士后的身份 像我们后来看到 作为博士后并没有影响EBYA的批准 那么因为他用了这个PP 所以在回复RFE的时候 一开始申请的时间相去不远 他的引用情况变化也不大 在回复的时候有240多次引用 其中大部分是独立的 independent citations 我们强调了这一点 申请人一共有五封推荐信 其中来自一些著名的推荐人 起到了作用 在回复RFE的时候 我们没有补充更多的推荐信 经常有一些申请人比较紧张 尤其在遇到RFE以后 再补充两封三封 甚至更多的推荐信 会不会有帮助 你换位思考 如果你作为移民官 公务员 遇到无穷无尽的推荐信 如果你自己没有更多的干货 实际的成果 那么不同的推荐信 又能够有多少帮助 移民局更多看的还是客观证据 需要讲到申请人具体做了哪些 我们还是要看质量 而不是数量 在这里 这个申请人 他一些推荐信 来自相对比较著名的推荐人 这一点 此前也有一些申请人有问题 有的时候网上也有争议 说这个推荐人要是很有名 会不会显得我自己就太差了 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些 比较一般的推荐人 这个我们一贯的观点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有名的推荐人 有帮助 我们客户的一些推荐人 有是诺贝尔奖得主 有的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等等 这些推荐人 你不用强调说 推荐人有5000次引用 我有300次 我好了不起啊 是吧 那不用这样直接比较 那么你可以讲到 推荐人其他的成果 还有获奖 开创某一领域 做出的特殊贡献 有这样著名的推荐人 来为你的工作背书 承认你的工作 这样呢 对你的申请当然是有用的 当然这个推荐信不能言之无误 是吧 主要还是要讲到申请工作的意义 做了哪些贡献 那我们前面说到 在回复IFE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提供新的更多的推荐信 但是呢 我们举了一些其他的例子 就是更多的其他人 如何引用了申请人的工作 那大部分申请人做的是基础研究 理论工作 是吧 不可能说我在实验室里做的工作 现在已经投产了 像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车一样 对吧 已经都是广泛应用在美国的生活里了 那这样的人是极少的 大部分人做的都是基础研究 那么你的工作对于本领域产生的影响 大部分也就是发生在 其他人对你工作的引用里 那这个引用除了数字以外呢 还要看质量 那我们这位申请人呢 他有200多次引用 不算特别多 期刊也不是特别有名 但是呢 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些 其他的本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是怎样的引用了 讨论了 rely的 applicants work 也有一定的作用 那么在回复IFE以后呢 这个申请顺利得到了批准 是2019年10月提交的 12月底获得了批准 那么这个是生物专业的博士后 接下来呢 这位申请人呢 他当然也是出生在中国 他是人工智能 AI专业的 也是在美国境外获得的博士 现在呢 在一家美国的医院 以及同时呢 在医学院 以及附属的医院 做research fellow 他的申请呢 也是交到TSC的 他是在2019年5月提交的EB1A申请 同时也提交了NIW的申请 因为考虑到目前的形势 为了确保较早的优先日期 EB1A和NIW都申请了 然后同时在7个月以后 2019年的12月底 同时得到了批准 这位申请人呢 我们提交了四封推荐信 看到推荐信不在于数量 然后他有十篇论文 有360次左右的引用 他做了30多次的审稿 这个是基本的条件 那么像我们刚才说到 在申请材料里面呢 除了申请人有这个那个的数字以外呢 更多的需要具体的描述 你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像我们说到 那每一位EB1A的申请人 在字面上都满足三项条件的要求 要不他也不会花钱 花时间费力来申请 比如说authorship review contribution 绝大部分申请人呢 在字面上都满足 那么从移民局的角度来说呢 移民局不可能 所有的申请都批准 也不可能都不批准 要看他选哪一些申请来批准 那从申请人的角度来说呢 就要让你的这个application package stand out 因为你交的是书面材料 又不可能自己开车 到移民局那里 移民官面前去说 我做了什么事 所以呢都要有这个书面材料 为你来说话 那么在申请中呢 除了罗列说 我有这些数量的文章 这些数量的引用 还有一些审稿 移民官你看着办吧 不能这样 对不对 那具体的还是要讲到说 你除了这些数字以外 你实际做了哪些工作 具体有什么样的贡献 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的长处 像我们此前 在别的视频里也讲到 我们律所 众多专业人士 有理工科的PhD学位 博士后的科研经历 然后呢 可以理解你的工作 可以具体的来阐述 说明你的工作的重要性 不管你是否找我们 来办理你的绿卡申请 在EB1 NIW 这个绿卡申请中呢 那我们要看到 是吧 你当然有一些 这个城市化的内容 因为它有这个规定嘛 你要有规范性的来讲 你为什么符合 这三项条件 以及Final Merit Determination的要求 但是呢 你还要有一点个性化 你要让移民官在看完你的材料以后 有一点点印象 而不是啊 这又有一个申请人 你看他有十篇文章 三百次引用 多少次审稿 你要看到说这个申请人做了什么 他做的比如说是老年痴呆的研究 白血病的研究 癌症的研究 新材料的研究 或者是理论上的进展 让这个移民官大致的明白 你做了哪些贡献 是吧 你的贡献 为什么是突出的 特别的 而不仅仅是罗列一些数字 甚至呢 用一些科研术语 是吧 移民官看了也不懂 所以这个我们认为 对于EB1 以及NIW批准 都是有用的 好 那我们这个讲座呢 讲到的是 2019年底 生物和人工智能专业 EB1A批准案例和讨论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